川普在辩论会上指控美国恶亥俄 海地移民会绑架并吃掉宠物猫狗 市长早就澄清没这回事 也没有任何受害者出面指控 海地移民也大声含冤 春天是会空降美国大选的台风 就是因为这座人口不到6万的小城市 过去三年就涌入1.5万的海地移民 超过人口的四分之一 被反移民者拿来炒作国家被偷走了 共和党还买了一堆别吃猫的广告 弄得当地移民人人自为 川普的副手范斯也有贴文控诉移民会吃猫 但他还是坚持有所本 只是这场吃猫之乱不仅让美国自家选民 真的看不下去了 同样也有移民争议的德国 外交部还发文写我们不吃猫狗 孙川普也是逐起一道舆论的防火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